真愛是付出 不是單純的接受 而是在於我能夠給予什麼 透過不一樣的愛 這部影片 讓我們大家 一起來找尋 更新專校 每個角落裡 最不一樣的愛 很謝謝老師 因為其實 老師很常幫我很多事情 然後就很感動 就是 明明就不是 老師應該幫的事情 然後 全主都一直在幫我 然後我就覺得 就覺得很 他就是很乖巧 很聽話 其實他是一個很需要 人家去關懷他 那麼努力的就是要 考到這裡的護理科 就立志要當護理師 我覺得過程一定會是辛苦的 在這邊努力讀書 考到那個 那個副理師找 這樣 然後可以 後面可以自己 獨立了 可以照顧自己 然後不用 不要我一直擔心這樣 所以我們運動的關懷 其實能夠更促成 他達到他每一個目標的標準 不是 他從小就是住在老闆的民宿 他曾經週極有寫過 我的家很漂亮 設計的很美 因為是台灣的一個設計家的家 但是他後面寫的句話 但那不是我的家 買一個就是我們 專屬我們家的一個房子 未來以後就是 媽媽不用再辛苦 只要在家裡休息 然後我們照顧他就好 因為上花山 因為上班 沒有放開 但是我希望是哪 嗯 郵件 我們三個模擬還一直在一起 他也最希望能夠 買一個屬於他們自己 有型的房子 能夠在台灣 真正的落地生根 可是我自己好像也沒有 達到老師的氣血 為他家 繼續講 然後就很謝謝老師 覺得老師很像學校的媽媽 就很喜歡老師 台灣老師送了禮商 護理師執照考試的一個免費報考 也就是你在五年級下學級 要考試之前報名的時候 可以跟凱文老師 領取你的國考報名費 我1091呢 輔助愛心午餐的部分 我自己優先讓你入取 吳老闆他非常用心 所以你一樣可以去我們的點心小站 五天總統都有免費的午餐 隨你點贏 輸進助理 他說辛苦一定會有所回報 而努力會有收穫 希望透過一個簡單的午餐贊助 成就一份 不一樣的愛 其實老師非常的喜歡你 因為你是一個很乖巧 而且又很孝順的一個女孩 你有任何的問題 我希望你可以隨時都告訴我 我會盡我的能力 去幫你在這個五年之內呢 讓你順利的完成你的學業 非常感謝我們的第二個媽媽 因為他幫我找到了您的第一個幫忙 因為他幫我找到了您的第一個幫忙 謝謝阿 這段時間媽媽 等在你身邊 沒有好好的照顧你 很辛苦了 但是媽媽也很開心 為你到更新的學校 有好的老師 就是 有情人在照顧你 媽媽 謝謝老師 在我看到的平洋 是一個滿樂觀開朗 而且認真負責的人 對 然後也滿貼心的 有 他都會關心每一個同學 就是 就是 不會像其他老師放養 他每次看到我的時候 就像一個小女兒一樣 在我身邊 就是很黏很黏的感覺 如果我們更新這兩年時間 你大概跟媽媽見了幾次面 大概兩個月會見一次面 很難過的時候 還是要很努力往前走 因為 這是 一個成長的歷程嘛 平洋是一個還滿需要 媽媽關懷的一個孩子 同學也會給他一些 鼓勵跟支持 那他自己本身也是很貼心的孩子 他也會給同學很多的正能量 他也會幫你畫了一個插圖 非常可愛 那丸子覺得呢 平亞你是一個很有 偏僅也很有責任感 跟導師講的一樣 還記得當初啦啦隊比賽 身為副總長的你 為了班上 每天都努力的鄰居 跟你很相信你 才讓大家可以快速的學習 那你總是比我們 花了更多的心思在複習 更加倍的去付出 而且不忘提醒我們 要記得看書喔 所以主任我這裡也準備了一個小禮物給你 和我們學校還有老師品牌 第一個品牌的名字 很祝福你 那希望未來你也是一個很棒的武士 謝謝主任跟老師籌備這次的活動 然後中間過程也有很多驚喜給我 那我以後會就是認真讀書 然後靠他會實執照 然後我也帶其他同學一起努力 我永遠的花 以後對吃的 做的很多東西也沒有興趣 那希望可以開一間自己的工作室 進來我們這裡就讀了之後 有讓你失望嗎 對 他是一個很貼貼 他是一個很貼貼 他是一個很貼貼的 他人緣很好 他跟同學互動都非常好 他滿能吃苦的 那基本上他也不太抱怨 我希望就是 給他一點空間 讓他做想做的 就做真的 就是不要學快就好 這是學長在畢業之前 想帶給你的一個祝福 嗨有風我是薇子瑤 很快的即將要三年級了 也代表你的專生活也過了一半 接下來會面對到校內實習 或校外實習 希望你有一顆 永不會具合心 去勇敢 去嘗試 面對接下來的挑戰 一句話勉勵給你 時間花在哪 成就就在哪 希望你能在未來 找尋到自己的目標 能夠開創出自己的一片天 祝福你 你的努力在哪裡 你的成就就會在哪裡 時間花在哪裡 成就就在哪裡 我們就努力 攜帶他未來可以成為物保存第二 真的可以 希望未來好 好好從你的目標前進 不要讓你的爸媽失望 該有的專業徵兆 要考上 加油 愛愛都要殺用那 啦 再給我一下 問你問你的長髮 不要再問了 快把眼淚擦一擦 這樣吧 再愛我永遠的話 很深刻 非常優秀的學生 喜歡風培跟中產 所以選擇來更新 那一方面也是因為我是宜蘭人 然後就就底下選擇了這一次學校 我的印象他是 把自己弄得非常的充實 忙碌 然後非常主動積極學習的一位學生 進來之後 我就比較有一個方向 因為選擇了餐飲 他就以餐飲的目標 然後去考了一些中餐的紅備的徵兆 他在轉移就已經有 在第一個關注 來高興前輩 因為這個孩子 就是 我發現他的 目標感一直很強 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什麼 說實在 他後天有一個藝術天分 是 再來後天他很積極 真的紅備這個東西跟著怎樣 不斷慢慢練習 不是說我看了 或是自己 這沒什麼 其實自己做了才知道 我印象很深刻 是我有一次去校外實習法師 那我就問他 會不會常常加班 那他竟然跟我說 幾乎每年都加班 因為生意非常好 我說那也需不需要我幫你 跟主管反應 說不用 我說為什麼 他說 因為加班 就是他練技術的時候 增加工作的使出 他的技術會練得更紮實 這是他 讓我非常驚訝 一個很正向積極的觀點跟態度 所以我們真的是 交到一個寶貝 那也為學校爭取很多 榮譽跟廣榮 沒想到 現在就連他畢業了 我們都還需要 他來這裡跟我們做一些 更進步的分享 有時候 我還要請他回來 像執行幾天 我打電話給你 你有空出來教訓你 才知道他 現在學弟妹們請教我 我畢業想創業 你想給他最真誠的建議 我覺得 在你 不知道要做什麼時候 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那慢慢你會發現 這個好像是你喜歡的 那你就 就一直往這個方向去走 最後一定會有一個你 覺得好的 然後覺得滿意的成果 方法你長大了 從十六歲開始 你就在外面打工 一步步走向自己的人生 你做到了 爸媽以你為傲 但我們也要提醒你 千萬不可以自得意滿 隨時要低調 謙虛 你現在獨自一人在台北生活 很不容易 經常工作到深夜未歇 記得不要忘記吃飯 睡覺 爸媽永遠是你最牽強好的 打拼自己 記得要 做一個適合另外一半 祝福你圓滿人生 謝謝 有愛無愛 有愛神在 因為有神在 所以我們做很多事情 都會站在一個愛的基礎上 敬天已成 愛人已得 我們應該要懂得更加的謙卑 因為謙卑 所以就會產生感恩 因為感恩 你會覺得活得更自在 愛人 才會懂得利他 利他 利他 就會少了一些的抱怨 少了一些的不開心 所以呢 利他 你就懂得服務 因為住人 所以你會快樂 所以將會 以這樣四個字 作為學校 敬天愛人的校訓 我相信 在更新的原地裡面 每一位更新學子 都可以在五年當中 深深的體會 四個字 一輩子 跟著他 給他帶來的價值